先知房的飛機 他醬的 大答案 大答案 好 一整個 在 像什麼天氣不見的 先雨沒有來啊 有啊 我剛有看到 是那個死黑不見的 欸 照什麼 照什麼不見的 沒看到的 不知道 沒有 因為要把它 你看看 然後又要給他照片 所以你在想嗎 所以他這個說法呢 其實我們也解釋這個事情 是 後來他們也發現說 有些地方 他的地殼會 會不會移動 會可以向他移動 有些地殼他慢慢地浮上來 我們想浮上來 就舉個例子 像是說 在那個 冰原 早期像什麼 北歐的 斯坎 蒂娜 維亞 半島 第3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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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 那這個地殼 因為上面有冰層 冰層非常非常的厚 冰層消失之後呢 上面的狀態不見了 就簡單來講 就是我在這個木頭上 我如果放個東西呢 這木頭比較沉下去 我如果把這個東西拿走了 這木頭就浮上來 可是他在浮上來呢 不是說 我今天冰濃花把它浮上來 不是喔 花了多少時間 你可以看那個小字身手 那他說 北歐斯坎 蒂娜維亞半島的地表 百年來 抬升了一個一公尺 一百年才一公尺 也就是一年幾公分 一年才一公分喔 這地 像我們這石頭 我這木頭不放棒的石頭 我石頭拿起來 然後就煮起來 對不對 可是 北歐斯坎這個冰層已經消失了 已經消失很久了 可是這個塊土浮上來呢 還是要一年才一公分而已 慢慢浮上來 所以就是我剛剛講的概念 它整個地殼的變動 非常非常地緩慢的 因為地殼 架就是 就算是它這塊小浮上來 好舉個例子 假設上面是不是冰 我這冰濃化了 它不是要浮上來嗎 它浮上來過程當中 它這塊土旁邊都被限制住了 它沒有浮得很快 它是慢慢慢慢的浮上 所以一年才一公分左右 所以你看那個 它說 假設這一萬年來 這地區 台深的速度 是每一百零公尺 也就是一年一公分的方式 請問它這個地區 這一萬年來 應該有多少厚度的冰層融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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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好 好 你知道意思嗎 假的他已經知道這一萬年來 你的地殼是一直在往上浮動的 往上浮動的 往上浮動 那他已經知道這一萬年 每一百年是一公尺 所以這一萬年他上升幾公尺 一百公尺 他上升一百公尺對不對 其實他這個題目有個地方不是很好 說是不是已經不停不在浮了 假的已經不在浮了 你給你清楚去判斷說他冰很多後 假設他現在還在每年次往上浮動 這個事實上現在決定又太早 但是anyway他的假設是這樣 你看我上面壓個東西 使最快木頭往下沉 我把這東西拿掉之後呢 他怎麼浮上來這麼多 可以想像假設 我上面在這個木頭上壓一個東西 讓他沉下去 我現在把這東西拿掉的時候 他還浮上來 所以乾淵可以接受嗎 我上面擺一堆病毒 我現在病毒不見了 我整個地浮上來 浮了多少 浮了多少 浮了100公尺 對不對 浮了100公尺 那也就是說 簡單來講 簡單來講 我這邊呢 一個是要負擔 我這邊是要負擔 冰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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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量 對 冰塊的重量 我這邊負擔的是誰的重量 我這邊負擔誰的重量 我這邊負擔誰的重量 因為你加在上面的東西有重量 沒有加在上面的東西 簡單來講 我後面講說 我下面給他的福利 要去平衡什麼 要去平衡什麼 要平衡平快的重量 對不對 那我這邊 所要 我得到的福利要平衡誰 上面的重量 平衡上面的重量 平衡上面的重量 平衡上面的石頭的重量 是不是這樣 是吧 對啊 好 那 那我現在應該怎麼計算 還好 還好 什麼都掉了 東西 手氣掉了 手氣掉了 手氣 肉氣 那這裏給我聽說 地牌的密度是3.4 地牌的密度 地牌的密度是3.4 地牌的密度3.4 那可以什麼表現 冰者的密度 10.85 好 他給了兩個表現 所以我們怎麼知道 要怎麼抓到水 簡單來講 簡單來講 這邊 這塊腿被推上去 對不對 這塊腿被推到 腹壁上來 這塊腿被推到腹壁上來 是不是 所以 所以呢 比例在 比例上來講 然後呢 比例上 怎麼做 有的時候 他會扶在你 會 會是 會是 什麼 怎麼左手呢 怎麼計算呢 我們的牌片在這裡 你知道它畫什麼嗎 各位同學 有 你知道它畫什麼嗎 這是原來的 這是後來的福利 因為它並不見了 這是原來的福利 這是後來的福利 各位 這邊的 這邊的深度也是100 對不對 反正有100公尺在地盤裡面 現在整個被推上來 比例上畫的不真好 但是 意識上是個意思 我也100公尺浮上來 我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來 同學 請慢慢 就是說 我們 他本來 會壓 跟他一樣多了一點 對 好 所以 說 所以 他把0.85壓了 100公尺 所以他給他 然後他0.85壓了 100公尺 100公尺 不太壓多少公尺 在一起是要求的 哦 是啊 然後他現在 0.85沒了 所以 所以他上升的這麼多 嗯 然後他本來是用0.85壓 壓 壓 這麼多 所以就把那個上升 都去除0.85了 好了 把誰上升的速度 100公尺 跟3.4 為什麼 100公尺 跟3.4 就是他浮起來的 浮起來的重量 浮起來的重量 OK 他浮起來的重量 但是 但是 大家可以注意到 他這種高度 這這種高度 為什麼不用體積 這是密度嘛 假設說 他浮起來的重量 會相等的話 這是密度 這是高度 對不對 密度不會是那個高度 你得到的重量浮 不是要先假設看到表現 對 你要先假設他一個面積 是一樣的面積 我們用裝的面積來看 這一塊面積 只看一波這塊面積的話 他上升100公尺 他上升的重量 就恰巧他等於他原來被壓力的重量 所以上面壓力不見了 他就浮上來多少 是讓這個重量浮是他的 不是上面這塊重量 不是這塊土的重量 不是這塊土的重量 是什麼 這個層起來不是這個重量 這個層起來是什麼 不是 這個層起來是地有力的福利 對 這個層起來的結果 代表的是這一塊 在本來層在地毯裡面 他所得到的福利 對 他所得到的福利 是要支撐這塊冰 OK 所以這是福利喔 這不是他的重量 是福利 等於什麼 等於冰的重量 你用這個角度去思考 冰的重量多少 一樣同樣的面積 乘上他的H高度 在乘上水的 還冰的力度0.85 對不對 所以我們從福利跟重量來做比較 這樣才可以 這樣才合理 不是說這塊土的重量 不是意思 算是約掉 約掉 明明幫我出過來 就可以打H了 這樣子 OK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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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做一碗 我可以做一碗